三六零相 有龍蝦手 Hello,我是Saya 當老師要拍三六零相的時候 你會怎樣拍呢? 就是這樣拿著腳高 然後你就會發現有什麼問題出現呢? 可能會有龍蝦手的出現 就會令到三六零相 下面就會見到一隻很噁心的手 可以怎樣解決呢? 我們這段影片就是告訴你 一些三六零相機的實用提示 好,馬上開始! 我們這段影片就是會用 Insta360 ONE去拍攝 還有我們會用 Insta360出的三米紙拍棍 紙拍棍會隱形 其實是因為360的攝影 會有一個盲點 如果你這部360機 是闊身一點的話 那紙拍棍 粗一點、大隻一點 其實都可以遮蓋 用自拍棍去拍 就可以很容易地 採取一些有趣的角度 例如很近距離拍到水面 草叢 樹等等 所以用360相機 是不一定用腳架 或者用人手舉高地拍的 用一支長一點的自拍棍 就可以拍到這些特別的效果和角度 用同樣的器材 我們還可以玩航拍 拍的時候可以在地上慢慢地升起 然後把自拍棍垂直地動高 就可以放到航拍機 由地下升上天上 其實都很像的 說明航拍 如果你知道自拍棍越長的話 出來的拍攝效果會更加逼真 你可以看到你的影片 會轉到不同的角度 這件事就要靠 Insta360的APP 去幫忙 我們之後也會講的 首先我們可以把360相機和iPad連接 接著可以開Insta360的APP 再按相寶 可以選擇剛才拍的360相片 入了這個版面之後 就可以寫影片 左下角的按鈕 可以調教影片的尺寸 我們會選擇 16比9這個尺寸 可以一直播放 在影片中 可以用手指 四處掃 可以選擇一個想要的角度 然後在畫面按一按 按轉向者類 下面有一個黃色的Tag 代表那個位置會轉方向 效果會是這樣的 它會慢慢移動 轉到你剛才選擇的方向 然後我想選擇一個 撫陷的角度 我把畫面拉到水面 再按螢幕 按轉向者類 下面也是同樣有一個黃色Tag 可以看到 鏡頭只是向著湖面去播放 直至你再選擇另外一個角度 完成了就可以按上面的Share 再按系統上補 preview完之後就可以按右上角的Tag 然後就可以讓它輸出 就可以在iPad的相片 App那裡看回我們剛才edit的360片 好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了 希望你的提示都幫到大家了 拜拜 拜拜